而且也是Marine在15年之后与SKT的一个相遇 这次是对手重逢吧 重逢就是重逢 这种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面对救主的戏码 在所有的竞技比赛当中都会频频上演 但是每一次我们看到这种戏码的时候 其实无论你是Marine的粉丝 还是你是SKT的粉丝 其实心中都是百感交集的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我们没法去决定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到现在都觉得 就是说如果Marine能够留在SKT的话 可能去年在SKT夺冠的时候 Marine就想再次达到一个自己生涯的巅峰 但是一切没有如果 现在Marine在经历了来到LPL的一年之后 回到了LCK 那Africa到目前为止战绩也不是特别的好 Africa现在的战绩来说的话 看来一下是一个2-3 他们赢了三星和Rox Tiger 输了KT 金二和MVP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是在KT上面啃了一个小分 这也是间接帮助了SKT 一直在KT相遇之前几乎都可以保持一个投名的位置 是的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不能 但从纸面上去了解一个战队能够创造奇迹的可能性吗 因为Africa就给别人很多感觉 就是今年有一个新的面貌出现之后呢 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带给大家的 对 而且对于国内的很多玩家朋友来讲 Africa就是队伍大队里面的选手也很熟悉 像Marine Sprint 然后中路是以前Rox Tiger中单Kuro 然后下路的话可能稍微不太熟悉 是以前CJ的ADCKRAMA 以及他们的TUSIN 对 KRAMA在去年的一年时间内 是受到MADLIFE的辅助 然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其实KRAMA从一个只会玩Etherail的选手 变成了一个逐渐全面的AD选手 当时 之前来说的话 他的闪电狼几乎就除了无人就是卢仙 这两个英雄之外的话 他其实玩得很差 因为作为一个ADC 还有英雄池的问题是非常不应该的 对 那今天碰到SKT 对于SKT我觉得无需多说 每每到SKT的比赛 感觉战队介绍这部分可以省略掉了 我平常还会做一些什么 就是说这个人会用什么 然后他们的胜率是多少什么 SKT完全不用做 全都是百分之百 随便用 对 而且昨天晚上我做这个资料的时候 就写了一版本之后 Faker这里只有两个字 就是牛逼 他们几乎他用的英雄的话 卡特现在是百分之百的胜率 而且除了他之外几乎都是输的 都知道就是除了亚索之外 我们就不提了 其他英雄 其他都是能拿出来玩的 而且他自己本身 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就很高 所以说不需要特别担心这个点 对 常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进行状态 同时保持在自己英雄池 依然可以在每个版本都达到深不可思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Faker却做到了 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 大家也慢慢发现 无论是HUNI还是PAT的加入 都反而让这次SKT愈发的强大 并没有有很多人赛前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更替 会让SKT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 但是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没有 而且另一点来讲 SKT赛季初期到今天为止的赛程安排 对手都没有非常的强健 今天来说的话算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强敌吧 前面是金二 库东帮斯 Rox Tiger和MVP 几乎都是以一个碾压之势过去的 那么今天的对手的话 Africa他们有一点是 因为SPRIN的是 这个队伍是玛瑞尼来指挥 然后他一般指挥是让SPRIN来帮上的 因为KURO 它是一个虽然它是一个优秀的中单 但是你帮它和不帮它 它发挥的效果差不多 而且下路很难帮 KURO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中单吧 其实我们如果往回分析原来在Tiger的时候 KURO更多的做到就是在中路稳稳发育 然后把更多的资源去让给自己的上路 来看一下Africa队上SKT的比赛 这场比赛牵动了很多粉丝的心 包括因为其中一些选手来到过国内 那包括原来很多老官邸的粉丝 现在也很关注Africa 很多Marine的个人粉等等 都很关注这个队伍 确实去年在国内看到Marine的比赛 可能稍微有点可惜 就感觉他在去年有段时间状态非常低迷 那今年的话也是重新回到了本土之后 本土作战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Marine Spirit KURO以及刚才说到的Kramer和Tussing 这五名选手组成了今天Africa的先发五虎 这个一直是没有变过的 SKT我看了一下是Peanut 然后上路应该还是HUNI SKT本赛季除了打野的位置有过轮换之外 现在剩下的位置依然是这几个人稳作首发 对 再次默默地替这个替补锡上的SKY摸挨一下 SKY要上的话可能 因为现在好像几只弱队都打过了 他要上有点难了 Faker状态太好 而且换句话讲 Faker状态太好 Faker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转版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怎么还是这么强 这是Faker最大的事 它能扛住所有的一些变化吧 当然我们看过很多比较少见的SKYT的几招书场之外 会发现一个点就是 基本上赢了SKYT的原因都不是因为打败了Faker 而是拆散了其他四个人的攻击力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Faker几乎在线上 除了去年好像Kron有单杀过他之外 其他人很少单杀他 而且他几乎不会崩 一般来说的话 上野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那你忘了那场周单船长了 就是那场 就是被Kron单杀的那场 Kron的维克多单杀他的船长 来看一下在SKYT的先发5虎上 Honey Peanut Faker 以及下路Ben和Wolf组成的下路组合 五名选手 星光翼 说实话这应该是目前联赛辨识度最高的五名选手了 每个位置拿出来都是顶尖中的顶尖 我想看一下胡子是不是还留着 对我也想说胡子刮没刮 经过了一周的比赛 上周的时候看到已经是有点大叔的风范了 是不是觉得Pinut来了 自己不再是最最帅的那个 然后颜值单单交给别人 自己来走点成熟 这边 刮了 刮了 还是昨天 不是上一次还是看到有很多弹幕就在那一说 就是 怎么突然间转变风格了 留了两片小火子 等一下好像又没刮 刮了但好像刮的没那么彻底 如果一直没刮的话 应该还有更长一些 感觉 Pinut 上单呼你 也是这个队现在唯一一个嗨点了 几乎除了他之外 平常的人赢了比赛都是一副愁眉酷脸的样子 对于SKT来讲 取胜 2比0是他们的目标 来看一下两队的近况 SKT不用多说 四场比赛全部2比0拿下 而African在赛季初一赢了一场三星之后 接连吃下三连败 在上周的比赛中是战胜了一局Tiger 那今天再次 面对非常强大的SKT 不知道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打卷 这边的话是因为KT先打过一场比赛 所以现在是一个5-0的战绩 所以现在SKT是排一个第二名 今天如果赢下 而且是2比0的话又会重回榜首 对 KT的对比表上 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这个对比表的数据 给到对赛事的帮助不是特别大 大概也是方便大家了解一下前几场比赛 这个 呼吟确实KT高 呼吟现在12.0 就跟我们今天解说的第一场 BO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 在所有位置上 是KARM的KT稍微高于半一点点 但是剩下的所有位置 SKT都成年压之势 而且值得一提就是目前联赛当中KT比较高的几个选手 分别是Huni Dift都是KT比较高的 前几天Africa去打金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金二那个王兴非常非常非常小 然后他的那个就当时对比来说的话这个八简直就是一根犄 这一根状态的 对 这一根状态的 对 其他的点来说 感觉Curo这个人可能是有恐吼症 每次打Faker的时候都有点问题 对 发挥很不好 他每次打Faker发挥都不是特别好 甚至 我记得原来有一场 甚至还把它换下去过 就在面对SKT 让Cry上 对 就是现在的Z 对 就是现在EDG的AD 来吧 第一场比赛BP开始了 蓝色方先搬掉的是拥有 个人皮肤的瑞兹 这个Faker有一个瑞兹的皮肤 但上次比赛选了没用 反手的话 应该是妖姬吧 但是SKT放过青钢影和十字狗 SKT是做过这种 你看 搬龙王 你看 他这个搬 他别放一个出来 但我觉得青钢影最好搬掉 因为毕竟是马润用 就SKT是目前所有队伍里BP 敢于在红色方玩这种东西的 而且他选人其实有时候很奇怪 他有时候选船长 卡特 螳螂这种 就是说完全没什么守线能力 前期如果不顺就崩的 对 马尔扎哈 Rugstagger之前也在紫色方玩过这种险棋 但是感觉差一点就把自己带沟里去了 那这边是要给Sprint的 可能要拿狮子狗的 因为这时候来说 我觉得SKT还是不是搬青钢影 马润的青钢影实在是太强了 看一下第三手 搬不搬维鲁斯 因为现在有考虑到的就是 如果对方放出其中任一个 你一手抢掉不给对方留什么 先搬青钢影 那这样逼SKT搬狮子狗 这是怕了 对 这样怕了 逼SKT搬狮子狗 这样SKT等于是 硬从红色方的前三个搬车当中 挤出来了一个名额搬掉的龙王 因为库尔最近两把龙王 发挥都还蛮不错的 对 那维独场上可能比较担心的 就是现在并没有搬掉任何一个辅助 接下来如果说要抢下路 尝试兑现的话还是有机会 放狮子狗 那放狮子狗 抢不抢 抢掉以后这边维鲁斯加杰拉 对 抢掉以后 你打的就是维鲁斯加杰拉 要想好这个问题 对于AFRK来讲 这一步的拿人至关重要 而且Krama现在 抢维鲁斯 没办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不能放 对 然后SKD这边拿狮子狗加杰拉 也很难受 狮子狗加杰拉 然后再第三手补进 反正胡子没刮 刚才机位给过去看不太清楚 先抢杰斯 反正不是卢西安这样的摇摆位 杰斯坠手的话 没有太多意 但是狮子狗肯定是要拿的 那F1卡这边拿的下路就比较强势了 Tusen可以拿到杰拉 然后Krama的维鲁斯 下路很强 但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对面还有一手寒冰加MF 这样的话寒冰和MF SKD可只能拿到一个 因为在第二轮扳的是F1卡 肯定会扳掉 但如果你在这边 如果不强辅助的话 接下来肯定 拿不到一个下路非常强势 对线组合 龙女有点拼 龙女打狮子狗有点拼 Biang曾经用过 真的效果很差 没有选杰拉 拿了卡尔吗 我觉得可能也是考虑到拿捷拉太容易被MF counter了 这 篮博 马瑞的招牌英雄之一 选了 也算是比较激进的选了一个篮博吧 而且就算是马瑞也未必会选出这样的英雄 因为他在之前的比赛里面用篮博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看到这边的话在 历史战绩是18-6 对18-6 然后本赛季拿了五场三胜二负 75%的胜率 还可以 这一手是拿寒冰 那么辅助方面的话 这边Africa最好是把MF和杰拉一起搬了 你针对飞可是针对不了的 是的 但在艾希的使用上整个LCK联赛当中 搬的艾希是13胜1负 而在本赛季拿了四场 全部取得了胜率 未尝一败 先搬掉的是打野位的螳螂 这样留给SPIRIT的可选空间非常的小 SPIRIT蜘蛛用的一般搬 真的很一般 Africa现在直接去封锁几个太强设的辅助就可以了 我觉得杰拉其实可以搬 杰拉搬 杰拉加MF 这样下路就很难选了 然后沃夫拿塔姆 然后沃夫呵呵一笑逃出塔姆 不是我觉得沃夫说不定会逃那个出来 就刚才的大眼睛 伊丽丝 伊丽丝搬了 伊丽丝都搬了 这个人用什么 他刚才亮了一下男枪 其实现在雷克赛跟芒森我觉得是可选的 我说真的雷克赛跟芒森是可选的 男枪我不太觉得会好打 我觉得SPIRIT的有一点点可能可以拿暴击 他的暴击玩的挺不错的 但别吧这个版本暴女真的太不占优势了 搬了新的拉 这样的话还是留出了MF的选择 等一下 图形 等一下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吧 我不信 海鲜 万年的备胎辅助了在当前版本 对线能力也有 也有续航 也有控制 同时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压制能力 那在凡手F盘这边南枪锁掉了 对南枪锁了 还是比较我能 我依然觉得这一手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是因为刚才我没看到了南枪在配合蓝博的时候的打线能力真的不是很强 飞机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可以考虑要飞机这个点 飞机 那最后一招要补AP了 这边 锁掉了库齐来看一下SKD 卡可因的 锁掉了 既然放出来的话 还是可以去用一下的 而且FK这边暂时看上来的话 感觉就控制力还是有点不足的 等一下他们的控制在哪儿我想想 呃维鲁斯的大招 卡尔玛的W 其他的 感觉卡尔玛的W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控制性的技能 FK那边是个偏Poke的阵容 FK那边还是靠着双CPoke 然后蓝博大招封一下路口的这样的阵容 但是这样的阵容 你怎么防狮子狗开大招 防狮子狗和艾西 对啊 感觉会很难受 而且没有一个特别坦克的点 如果说当时不选择盲森的话 感觉雷克赛可能会稍微更稳一些 雷克赛现在版本好像有点弱了 7.2 虽然 被虚了一刀 但是 感觉还是可以去用的 因为当时你选盲森的话 你在野区遇到狮子狗也很难受 总的来说 这把半匹克 FK一定要好好打 他在红色方胜率很低 他蓝色方赢得算比较多的 但红色方胜率真的很低 只应过一场现在 这上单的对线是蓝博对上忽尼的杰斯 这个上单对线很好看 终于脱离了三幻神的 三幻神的这个 统治 对 打野方面 匹纳斯的狮子狗对上 Spirits的男枪 匹纳斯这个赛季拿了三场狮子狗了 这是第三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主要是还能给主要还能给他拿到狮子狗 真的很很不可思议 飞机打卡特琳达 面上来讲卡特对线不好打 卡特对线打飞机是真的不好打 但是毕竟这是飞客 希望库尔能够克服自己的恐磕症 ad方面维鲁斯加爱惜 感觉这是一种轮回 因为我记得在S3赛季的一段时间之内 其实这两个开团型ad是很受大家喜爱的 尤其是当时的欧洲才去 对 很多人都喜欢这两个英雄 是的 那辅助的话就卡尔玛加纳美了 纳美 沃夫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纳美使用者 同时也是个很喜欢纳美的玩家 是的 沃夫曾经也说过就是说 当时为什么冠军皮肤不要纳美 就是说因为自己比较喜欢那个纳美那个粉色的皮肤 嗯 他说冠军皮肤不要纳美了没事 还是 比赛开始飞克上来被打了一个雷霆啊 但是没关系 菲克尔买了负用性药水 所以磕一下也无所谓 菲克尔出装有点瘫 他是常见加负用性药水 出装稍微有点瘫 现在一般有几种出装 就常见杀人戒或者是说鞋子 然后再出一个负用性药水 或者是三红或者四鞋 一般比较常见的负用性药水 都是配汗封印的 他这个常见确实 不过也没关系了 刚才宣传片里也是很懂 直接给到的是菲克尔马瑞的对线 来看一下在起手的方面 依然是沿用了之前蓝波配男枪 非常快速的轻F6的打法 轻掉之后两边也都懂了 即时天赋方面都比较正常 有点容易被包啊 要打一波先打一波 但男枪有可能可以赶过来 马瑞现在被打了一套 刚上线就半血了 听到这个位置 还想继续在脏眼 这里有点危险 加人先走 有意的 这波杀了 死了 换好子弹一枪 皮拉特有点要啊 对 刚才那个是完全可以走的 不然刚才却现在这样被包了 还想再脏一个蛤蟆 但是男枪这个位置已经过来了 他是觉得男枪会去换buff 就这波是spirit的处理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 他觉得你这样开局 那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去换buff啊 对吧 你去拿家里的红 然后这波自己又被对方掌握了动向 主要是 而且这波的话 那就只能单buff开了 对面是拿了一个一血 这样 因为上路的2v2几乎是谁先手机就赢的 待会打2v2的话 spirit会比较好打 是的 中路这边的话飞机还是可以压一下兵线的 卡特这个英雄是完全不能和你和平补到的 就如果和你和平补到你是稳压他的 就像小鱼人一样 跳过来打了一套 现在中路对线的话 飞客这个常见加负用性药水 我觉得只要保证别被太多的技能命中还是没问题的 哇 就这种东西 你说你怎么跟他打 没办法 给虚弱了 就你先交Q的话 我肯定消耗是赚的 所以说你只要扔技能 我就上去打你一套 而且我是可以晋升 他这套简直是 感觉就平时训练的时候 卡特玩的非常多 很熟练 他第一段一匕首躲Q 然后等到丢W在意一下 还能在意到你人身上 飞客在韩服排位 是6.23还是24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卡特已经算比较强的一个版本 但他不怎么会用 然后他当时是从 韩服的前230 然后调到了将近要大师 才把这个卡特给练起来 然后来了一波连胜 而且当时网上也有过各种技术 就是飞客在哪儿 其实都很受关注 就他当时打 无论是大号小号的时候 都有各种飞客操作的技术出来 还当不实 还当不实 诶 诶 这个位置有点深了 飞客这位置过来帮忙 先挂虚弱 在意匕首打雷霆 男枪这边是没技能的 人头直接被雷价尔收掉 飞客这边回身 在意匕首打出酷奇的W 这两边等于是一边要了一次吧 SPIRIT这边也是没太拎得清这波 因为飞客刚才是推完线回去 然后又回来了 SPIRIT还过去反这个F6 而且当时小花真是把下半野区刷完了之后 刚好来上面也是进行 他正常的一个刷雨路线就撞到 这波的话马瑞雪线很低 皮纳在这边过来 他是没网的现在 没残暴值 怎么说 马瑞升级了 这升级很关键 快点 升级太关键了 马瑞这一波漂亮 升了个级之后 正好塔下兵烤掉 然后又升级 过去直接先换掉HUNI 而且HUNI这个闪现为啥不交 马瑞是直接闪到HUNI脸上完成兑换的 不是 是马瑞杀掉HUNI往回闪的 下路这波泡起来了 但是伤害不足 这波的话其实F6卡很亏 他是下路四个技能换了棒两个 对 直接回来 爱惜也没有选择回头打 那中路这边的话 飞机 打也在 中路旁边浪了一波之后 自己只能稳一点了 现在再来的话 肯定2月20很难打的 我感觉Crow已经开始了 就有点恐吓症了 他堵了个 储外药水 什么呀大哥 这是个究极 究极脱节奏出庄 就是你多蓝剑回家补腐败药水 而且那个腐败药水是五百块钱买出来的 这是什么奥义 他本来是个多蓝剑一红 然后补了个腐败药水 不是 大伙我觉得他这 我觉得80%他这把长剑回家是出以磨刀的大伙 是啊 看能不能战胜自己吧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出还不如出门直接腐败药水 出门腐败药水挺好的 而且你每一波去消耗的时候还可以 对面来打一波消耗吗 你还可以回一波 回复一波 对面的这个药水是没你这个厉害的 哦 Faker这个细节啊 Q完兵一到一把匕首的同时用W抛出另一把 然后两个剪匕首的AOE清掉这个兵线 然后再移回来 对 而且1技能现在他不只可以依到目标身上 他可以依到目标周围的 好 而且推完线之后还去吃了蜜剑果实 也是猜到的飞机可能是在拿蓝 这里有眼看到 对 下路出力口这边过来了 有6 没看到没看到这个位置 这波在等艾希的经验 看一下艾希现在经验是不是快6了 在FK这边感觉下路很谨慎 基本上看见那边往前 就不就不再压了 来了狩猎绿动 没技能了没技能的 这个 这个应该是必死的 Faker这边打了一套被挂虚弱 拿枪闪现过来 Faker过去 差一点 哇 平A没有打出来 这一波是非常的冷静 感觉Faker当时很着急等一个CT 哦 这里 这里 哦 死了 这一波 我觉得有点玄幻了 天外来剑 这一波是真的有点玄幻了 不然是在下路就开始 管哥你说的最难中的是横向的那个剑 最难中的是横向的剑 这一波真的很像 就是我们看到某些这个精彩机锦技术里的那种机啥 就处于能力范围之外的一种运气 加实力 哎 就这种是最最那种啊 大招作为一 这种是最那个什么 就是你说他 这件是绝对的运气吧 但是有这种实力的 但你说真是靠绝对的实力吗 你又觉得 那我是不信的 对你又觉得不可能会这么准 Faker这边过上去打一套死亡莲花 被套虚弱之后 等到虚弱结果看到南枪过来 立刻一过去闪现过去最后一臂手没有砍出来 Crow还算是比较冷静的 对 他一流到了最后再交 对 感觉LCK里面就能射出这个剑的 就只有Prick棒了 可难 这两个都是老汉兵 是的 Faker这个位置是往上走了 河道现在是没有FK视野的 现在其实雪碧有点虚的 对面三个人头了 是的 而且狮狗这三个人头 主要是被动拿的也多 他这三个人头 分别击杀的是三个不同的人 现在三层被动了 真的是隐魔刀 对他肯定是隐魔刀了 补出大小瓶以后你就别吃完了 怎么着了 导弹包是CD快到了 所以交一下 蓝枪出门之后往下路 这边走 下路兵线是比较靠前的 应该这一波很难 Gang 视野看到了 视野应该是看到了 这个现曹衍 来 魔刀水星剑过来 这有点针对中路的意思啊 下路没什么机会的时候 就把剑放在中路 卡特这波下来了 大招 南枪在草里 看到了 看到了 走走走走 纳梅先手大招还是比较容易躲的 如果是反手的话就比较难 而且还有卡尔玛 卡尔玛来个群盾 怎么着都可以走 飞机一个人在线上 杰斯这波往中路包过来了 飞机现在没技能的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硬伤害要灌 漂亮 这个二连打的是W的位置 但是还好飞机是现一部W交回塔里 而且现在飞客血量有点残 扛塔扛的有点多 嗯 要回了要回了 这波不能浪了 这波浪中一个超级导弹 就炸死了 Spring的其实还很明白的 因为现在打狮子肯定打不过 你输挑战惩戒反正没用 那现在我就补失业了 对 工地这个杰斯前期打蓝波的时候 因为线压的靠前 所以动的机会比较多 已经往中路游了两波了 皮卡特过来 十波线 下路 IC这边大招马上就要好了 卡尔玛这一波是随打野去做一波视野 还是要防止中路 扎上对面拼到他 如果拿到优势之后 过来抓 诶 这个位置 没射箭 不知道位置 这一口往下走的路上也发现了这个控制手位排掉 那看起来还是要针对下路 因为现在中路要单杀有点难了 对面有 现在虚弱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一波刀 很刁钻的眼位是看到了SKD在打龙 但是 一条土龙 想打想打 这波想打 TP下来 看一下 马瑞的位置还不错 接手这个龙 要接手这个龙 让了吧 让了 最好是4-3-2 开个大招 龙最后还是被收掉 狮子狗开大招以后往上跑 杰斯的位置比较靠下 这波SKD要接团 虚弱套在菲克身上 菲克先被进场以后杀掉 SKD稍有点不果断这波 互尼这边没有战争的Q 打在了辅助身上 蓝布大招是撒在了草丛那边 所以SKD的人很难上来 大招大的好 马瑞这波大招大的好 而且上单和AD是被分割在了战场之外 对 而且艾西刚才忌惮了对方进场 直接交闪现跑了 SKD就分成了三块 菲克在人群之中 然后上单和AD在下半部 然后 剩下两个人在上面 对 被蓝布大招给烧了一套 而且比较尴尬的是 菲克每次想进场打第一波爆发的时候 都撞上了一个虚弱 对面两个虚弱 对 就很难 而且看下刚才这一波 先是蓝布一个大招 已经烤了一部分血量了 而且拼到这一波 血量打得很力之后 选择走了 菲克想去杀马瑞 但是被队友给保下来了 虚弱也很要命啊 其实这波SKD稍有些犹豫了吧 我觉得刚才那种情况下 打要不然就早点敲TP下来打 要不然就撤了 因为位置已经被对方占住了 尤其又有蓝布这种 小龙团战杀手级别的英雄存在 马瑞有点伤心 我放个大招逼走你队友 你现在来杀我 菲克这马瑞也比较有执念吧 感觉这波 可能确实马瑞那个血线比较诱惑 如果菲克能杀了他 其实是有机会全身而退的 杀了他刷E很容易走 哎 上路的话 马瑞现在的战绩跟杰斯是一样的了 对 但忽尼这边补了个双多蓝 在之前对线的时候 这个其实也是最近 特别特别少见的一种出装 两个人 忽尼跟这个酷肉的出装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感觉他这个三向遥遥无期啊 炸药包出门 这本来飞机出装备就比较慢 因为他两间都是三千八百多 一个三千八一个三千六 三七七三 三七七三 三千六 他也就在有法川鞋和三向出来的那一波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伤害的一个飞跃 所以可这波是已经出了双膝枪 这个版本是有点削弱的 他到后期的伤害还是高 但前期削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了 对 但说实话 这个科技枪刃最大的信用 还是补充一下那个减速嘛 嗯 而且因为他很适合 他的那个再装填的那个效果很适合卡特 卡特倒是跟这件装备 现在契合度非常非常高 石头在这边来了 艾希一键大大出了 突兴的一个闪现 那狮子狗这个狩猎的律动 应该是扑不出去了 因为突兴头上已经冒了这个眼睛 而且Wolf这一波也蛮灵性的 之前先手大招没有大到人 这一波把大招留到后面 看对面想不想反打 如果你家打野也在的话 你肯定跟我反打的 我再交代 看小孩生空大了 艾希伯瑞这波过来的话 是想压一下下路吗 卡特来上了 两边争医学塔了 这边医学塔 感觉African推的也很快 看一下上路 马瑞这边怎么说 先烤兵 医学塔African先拿掉 马瑞在上路是被杀掉了 但是在医学塔 African还是领先的 这个塔的经济 哇 这边没有兵线 还是推不掉啊 还要再等一波 下路这个 但是时间确实晚太多了 这波African很灵性 这波African觉得 反正马瑞也放不了 放大 但是群盾之后 扭开这个大 水泡泡到两个人 蓝枪大招 交一下位移 没有打掉沃夫 但是二塔已经推掉了 African这波转线 优势非常非常大 而且忽宁现在状态很差 没办法再继续去点 这二塔了 确实African现在在 前期 几个点的侧应上 做得非常不错 这局 是的 而且非常敢打 这就是前面 我们开始说了 SKT这个任务 像卡特和狮子狗拿出来 是很需要勇气的 因为 假如你打不好的话 这两个手塔能力很差 你要靠杰斯和寒冰来手塔 很难很难 送了过来 考一波菲克尔 菲克尔回身 被挂虚弱 收掉了马瑞 再交一往回走 再一一段 我觉得马瑞对菲克尔的执念 也挺重的 马瑞这波甚至也是闪现都没交出来 菲克尔刚才 死亡联花打完之后 马瑞还剩下大概四分之一的血量 但是菲克尔却套上虚弱 EQW接刀 然后科技枪的一套爆发 感觉赢在一个虚弱上 这边南枪是看到了纳美 给虚弱 这波回身闪现躲掉水炮 双方在中路 现在的一个争夺还是蛮激烈的 感觉这两个人的 看一下这波 给了一个多角度的回放 剪匕首过来 扔一把刀 剪匕首 死亡联花Q 跳到Q的匕首上 跳冰 再顺步回小冰 而且最后一口治疗也没有给 给南上晚了一步 马瑞当时还有闪的 马瑞也没有想到 这下伤害会这么高 感觉两个人的相遇 就像星辰片里面 马瑞是效应赢的 但是菲克尔是面无表情的 中路这波塔有点难守 一箭过去 伤害打出来 突然还差一撕血 纳美大招把他打死了 后面挑花声跳出来 一技能流了一下 流到Sprint 这一个大导弹没有打死 还差最后一下 菲克尔没在正面 这波菲克尔要在正面 团灭了感觉 哇 这波 哇 闪现过来万箭齐发 极限距离的箭收掉了 正在撤退的Sprint 这个时候菲克尔把 上路的兵线也带到了二塔SKT 在我们 菲克尔这边应该是打不了 之前过去的三分 之前过去的三分钟 第一是因为 菲克尔着急了 然后第二真的是 纯靠着两个CV的个人能力 把这两波打回来了 两个CV的个人能力 一边是菲克尔的单兵秒杀 一边就是在塔下办的大招命中了敌方 然后把他开起来 下路这边杰斯在带线 龙是不要的 龙这边 南枪刚才死了 刚复活 这个位置过来是来不及的 而且菲菲在上半区 菲克回家 下一波应该是要伸冤了 现在出了两本书 是的 中路这边还在争夺 而且艾西现在有大招 如果说冰箭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还可以再试一下 过来了 小花生想抢个红 SKT开始了 他们比较标准的入侵视野 在这种 先拿到优势的情况下 做塔的视野 这边过来要杀马瑞 下路塔已经是被 这边是被虎尼丹吃了 这两分钟SKT打得非常主动积极 不积极没办法 不然对面找机会 因为开始我们看到了 他们推塔很快的 艾西卡这个队 赵一包过来 顶回来 那不然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的 还挂了个虚弱 他直接飞了一个直角 给TP过来 被水炮Q起来 想先秒马瑞 马瑞这个时候中亚一号 中亚开出来之后 再交一个W 还好有一个中亚 是 这一波 刚好跟了一个中亚 应该是 这波SKT的抉择也很正确 想要先秒落地的蓝博 现在似乎发现了 打团并不一定特别好打 但是单带的话是没人带得过SKT这边 杰斯也打不够卡特 这波飞机 一个眼的视野插出来之后 库弱的抓机会能力也很强 超级蓝猫过去 减速挂上给到虚弱 马瑞虽然落地被水炮Q起 但是水炮结束一瞬间 落地中亚已经开出来了 很灵性啊 这个中亚 是的 马瑞这局中亚补得也很早 他是在 刚才被Faker击杀之后 就已经开始转了 他已经提早地预料到他自己很有可能 接下来就开始疯狂参团了 还是赶紧把这个精神掏出来 而且第一波只要Faker没有把他给杀死的话 其实第二波的输出基本上他还能活 他活烤的300到500码之间 对面每个人都可以输出到他 特别是Faker的高爆发 对 他现在的话出的是一个不假结 所以我觉得他最好是补下深渊 中路这边 Faker还有一个二塔 还有一个一塔 我觉得补生人有点脱吧 但他现在出的这个书 这肯定不是面具的合成公式 法穿吗 留着做法穿 法穿也行 我觉得补生人有点脱主要是 因为他现在本来没法穿鞋的情况下 很缺穿了已经 补生人确实有点脱 对 而且现在对上Faker也比较少吧 算是 因为大多数时间都在对这个呼你 是的 那上路这边Faker处理完兵线 看往中路要不要找一波阶段 短了短了短了 这个大一看就是短了 但感觉双方都非常想找个机会开一下 因为现在Faker是知道对面少人的 Faker出了一个深渊 SKT现在应该要急一下了 因为Faker就卡特这个英雄打到真正后期的话 对面两个虚弱 他一进场很容易就废掉了 对 而且接下来Faker进场其实是挺吃中亚的 但是他现在要是不中亚 又会面临的对面魔抗起来伤害不太够的这么一个问题 双方的博弈几乎都是在先手之间 因为双方都是无前排的 对 Spirit这边率先是做出来了血手 这也是一个很稳重的出装 面对对方这样的阵容 过来打一套 威鲁斯刚才没大招 哇 两个睁眼 这草丛有点挤 其实现在Faker下路 兵线是有很大压力的 但是如果中路找不到机会 能够抵挡住SKT现在过来强推的话是比较亏 这边杰斯过来准备参团 下路感觉推掉了 现在已经过来这边来逼一下 马上也是在草里 这波过来 高温一刹减速到杰斯 飞机导弹击中 杰斯这边血量已经比较低了 纳美回身反手给到一个大招 Q起来了 Spirit在纳美自己反而被维鲁斯定到之后收掉了 确实现在SKT除非是在先手的情况下 否则很难去正面接这个团战 你真的要跟对面打一个出其不易才可以 如果你已经让对面看到你狮子狗 加上卡特一个位置 对面很容易 杰斯克现在是很容易把两个虚弱留给你的 可是SKT牵手又比较难 因为对面有卡尔玛 你在先手的情况下 对面有很快的一个反应时间 直接ROQ走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先手 在野区找机会打团的话 杰斯带线就会受牵制 就他带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线 飞可现在这个位置对面是过来的 贝克一个人在上路 但是比较灵活 应该也不会对他有太多食欲 但是现在大龙附近的视野 还是有必要去争夺一下 小龙一分钟就要刷新了 是一条土龙 也是连续刷了想要土龙 马上两方肯定有一只 要拿到自己的第二条土龙 在视野方面 A4卡布置了非常多的阵眼来防止 对面强开比较厉害的狮子狗 这也是导致了SKD 在狮子狗熄火的情况下 要开刀人非常的难 对 而且现在正面接团的情况下 狮子狗又很难找机会跳进去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 基本上比较强势的流人手段 就是纳美的泡泡 前几波进行了击杀 基本上都是纳美 炮起一个人之后 才有机会流到 爱惜大众 然后纳美给Q 对 这边小龙还有13秒 但是不会有导弹包 这个对SKD来讲 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SKD要先落位 不然 对面是一个导弹包加蓝薄的 看到了 这波可能要飞 看一下 还是稳住了 看到了纳美给到的技能 河道的视野 慢慢的要被 A4卡抢回去了 飞机这边有导弹包 有15口 SKD小心一点 对面是一个导弹包 再加一个蓝薄大招 换二塔了 SKD这波想到换二塔了 而且还有个中一塔 看一下这边 中路不好推 只能让第二塔 对 这二塔拔的应该是很快的 下一条刷了火龙 这两个队 厉害了 确实刷的这个龙也很 偏向于战斗 虎尼这个位置有点危险的 拼了信号 但去抓的话 应该是已经走 A4卡不敢进野区 A4卡现在完全不敢进野区 因为上面野区 刚才很长一段时间是没视野的 又是看到SKD撤退的方向 是上野区 但在这个草里 想找机会 看一下 杰斯来了 这一波SKD想打 水晶剑出手 被W躲掉了 杰斯侧面的EQ 虽然是轰到了卡尔玛 但是团没能开起来 Curama现在还是没有吸血的 所以他的远程Poke 要能起到作用的情况下 自己要不被消耗 哇 伤害还是蛮高的 SKD打得很聪明 刚才这一波 对方在打小龙的时候 我去推上 对方转线其实是 时间要很长 基本上守不了这个上野他 现在中路有兵线 要压中路的时候 我让吉斯过来团 而且下路兵线还不错 应该是推过去的 打到后期SKD阵容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打 只是Faker这个点 一定要靠自己个人能力 发挥一下 双方都在无前排的情况下 都是看先手 而且感觉对面 有没有虚弱很重要 老婆这种D搞红了 中亚开出来 前面有一个避数的位置不错 但是Faker还是选择撤了 很稳很稳 你是看到对方人过来了 久别成逢是这种打招呼方式 很特别 卡尔玛这边是想做个香炉吗 卡尔玛对 这个以太金破的话 应该是香炉 是这个合成攻势 是的 香炉在这个版本是有加强的 在蹲人 马云这个位置 红炸攻击给个减速很难受 打不得上来打一套WF FK现在慢慢的也放缓了节奏 想要做一下龙区的视野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把龙Rush掉 控制守卫已经插下去了 皮拿的蹲在上面的草里 开大招想单吃飞机 来了 这一波的话不好吃啊 这一波的话离墙太近了 倒过来看见南枪了也不能跳 南枪身上有一个盾 这主要是逼走来放视野 对刚才皮拿的我明显看出来 他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闪现过那个墙跳上去 他现在装备好 他现在装备确实是有机会落地秒的 果然阿菲卡依然是SKT的竞敌啊 哪怕换了一批人 是的 艾菲卡中路先处理完兵线 大龙附近的睁眼也是真的布了很多 应该是有三个睁眼 五个睁眼 加上上路那一个 所有的视野全部布置在这边了 下路的话 兰博自己注意一点 大概也知道只有杰斯一个人 所以只要不太出塔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装备都还在慢慢更新 SKT这边的优势点在于他们的打野 这一剑 沃浮的位置有点危险 这个地方 RQ打了一套 最终还是没有出手 而且办法这边摩托手机键交过了 SKT也找不到太好的机会 而且其实带虚肉的这一方 特别喜欢对面跟你玩先手 你只要过来我给你挂虚肉 我就开始反打 不过还要只有两个虚肉 对面有三个可以要虚肉的人 还是看一下这边 这个大招也没什么效果 阿西没大 但现在维鲁斯还有大招 看起来SKT是要通过中路慢慢逼 不让对面开团 然后下路就是说两个上单来带 可是 因为对面是马瑞 好像现在忽尼也打不出太大的优势了 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了 再往后面的话 三十多分钟 现在再出一件装备 可能就已经到达忽尼的一个顶峰 再往后面 杰斯这个英雄就慢慢走下坡路了 对 打到后期的团战 杰斯的作用就不会那么大了 龙区师也排掉 SKT这波也稳了一下 阿西有大桩 要看帮得见了 现在设ADC没办法 对面已经有水银 然后要设的话 飞机算比较好秒的 飞机还可以吧 关系现在 还是SKT这阵容给自己选的 有点那个什么 SKT这阵容选的龙头率本身有点低 就没有给自己任何退路 就没后路嘛 这阵容本身也没后路 如果对面拿大龙buff 他们是塔都受不了 这也是看到了Faker 队友接了一下 还不错 那现在怎么办 马云不再下路了 下路这个塔看上去 下路有个机会可以推塔 血量还不错 蓝波也立刻靠过去 杰斯这边应该是可以消耗一下下路二塔的 顺势SKT中路给压力 SKT这边四两波千斤的在打 这下条火龙马上也要刷新了 双方又等了一波 时间节点 施佐又开大招了 这波大招看一下 主要是开大 找一下对方的位置 顺便 开大逼对面人 把龙趾势也给做一下 我敢跳 看到了 看到飞机之后还是有点虚 这开了夜之锋刃 跳上去了 把超级导弹猫先逼出来 其实也不用逼 打龙的时候这个导弹猫就没了 现在双方感觉都不敢先去打龙 但中路找点机会 维鲁斯很久没有再尝试性地放一波大招 怎么办 马瑞被抓到了 马瑞的大招放得不错 伤害打得还可以 飞客里面已经被打残了 这波SKD不太敢追 维鲁斯大招还捏在手里 这个口子现在不好过去 但这边刚才大招也出手了 但是现在SKD站住了龙坑 想要瞬间秒龙 可是阿非看的选择是 往大龙的地方走了 做视野做视野 呼你肯定要回家的 他剩好像有三千多块钱 打了 直接开龙了 这波是直接开龙 而且两条铜龙打得飞快 SKD这边大龙可能要丢 小花生有闪现呢 小花生大龙丢了 他是没视野 他身上没眼的 他跳下去应该是可以抢 有机会 但是身上没眼 很难 再加上这一波 阿非看简直是 反应太续续了 阿非看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迟疑的 就放掉火龙 然后往大龙坑走 两条铜龙 确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影响太大了 特别是SKD这种手塔 比较弱的阵容 而且SKD也 蛮听话的 好像就是赶到 小龙去这附近之后 马上就开始打小龙了 然后阿非看觉得 你去打小龙刚好 那我去Rush大龙 可怕之处在于 打到现在为止 SKD经济还是领先的 虽然经济没差多少 但是 太熟悉的一个兵线的理解 加上基本功了 基本每一波 经济和兵线都吃到了 香炉卡尔玛也是有了 现在 现在 能给团队加个比较多的东西 龙Buff怎么扛 Africa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时期 而且 这个大龙Buff 面对对方阵容的效果是很好的 这样也可以让 就是说兰博 开始冰箱压力比较大 现在可以慢慢往外面带出去 对 而且上路的伊塔 菲克也守了很久 现在终于要掉了 小博神去下路抓兰博了 上路这边的话只有三个人在守 Africa SKD很稳 感觉会一路高歌 把这个二台给磨一点 好 蓝博这边大招清兵 问题也不大 SKD很稳 开始他们在Africa 推上路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拼的是高地 这种找机会的能力真的很难见到 换塔 是的我看大招 这波是要逼退一下 这波大招开出来也没法跳 但是逼退一下 这个要上我是不信的 这不可能上 他就看大招 好 看一下谁最后走 跳一下 哎 这 哇 他开始好像是放了一个1出去 我觉得吧 这跳上去没什么必要 这波 拖延一下对方回程的时间 我可以理解 但是确实是跳上去没什么必要 而且你中路也推不掉 对 推个1塔 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现在推塔要上单和AD来推 那感觉不错的还是 但是F卡这边虽然说 拿了一个上路的外塔 2塔没有推掉 然后IC在中路也是换了个1塔的 2塔推掉了 2塔推掉了 2塔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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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塔已经推掉了 是高地没上 他们是推完2塔之后 看狮子狗开大招 然后赶紧往后面逼 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楚 现在又要再等一波时间节点 包括 中路的2塔 这波1SKD 现在 巧合生是不在的 现在就是棒发挥的时刻了 棒平补补了这么多 大到了Tusin 但是没人敢上 Faker进场 有中压 有中压 身上有把匕首 捡起来可以立刻往回 一交个闪 活下来了 这波Faker打了伤害之后 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下波手塔怎么守 互尼没什么蓝了 而且这边的话 半也不是特别敢守 线清不掉啊现在 这个龙Buff的线不可能清掉的 对于SKD这样的阵容来讲 感觉互尼的伤害高是高 后面有绕后 皮特有一个超级绕后 但是这波绕你也没法跳 开了一个夜之锋刃 不敢跳不敢跳不敢跳 不敢跳不敢跳 看一下 互尼在侧翼先破坏一下 把人逼走也没有意义 现在没有可争夺的资源 有个红Buff 这个地方有眼的 好尴尬 这一波 皮特 这是有点 走位 走位 但这波有点奇怪 把自己闪现玩出来了 不是 就是他上来跳进红那下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他后面 挑爆炸果实那下是没办法 因为施子狗跳出那下 判定是平A嘛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但这波操作确实 他也不想把自己往那边炸 但是没办法 因为跳出去 太慌了 你那个目标跳出去 肯定会被往回弹 立红抬起来的手又收了下来 本来说 Blank你准备一下 不过他一开始 往红那个地方跳 确实有点冲动了 而且他蹲在那里 明明扫到一个眼 然后他是后来才排掉 然后对面已经看到他 那是个蓝眼嘛 直接就看到了 然后他还跳过去了 确实有点 不过TiA呢 现在要赶紧把自己前盘装补出来了 他现在装备支持不了 他跳进场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 狮子狗现在这个版本 虽然强 但是你不是说每个人打都能打出效果 就是因为他打到比赛中后期进场 如果你纯输出的话 站不住 剩下来35分钟了 这一场 双方经济又在这个时间点拉平 半战边生补已经要领先了70刀了 就毕竟还是得看棒 对半战边真是生补生补出来70刀的差距 当然也是因为维鲁斯更多在抱团 这个也 因为 这个Poke阵容 他们两边肯定是要吃一波线 吃一波线另一边线就是亏的 对 Poke抱团肯定是要亏线的 双方又开始进行等待 下一条龙42秒是一条远古龙 而且大龙有个两分钟也刷新了 这场比赛还是我们期待的那样精彩 确实这场比赛针尖队卖忙吧 虽然在排名上是有差距的 但是 两支队伍在这一场为我们奉献出来的对抗 确实很激烈 而且至今我们也不能说谁有很明显的优势 虽然我觉得 从阵容上来讲 接下来的十分钟的African都还会强一点 但是如果拖到将近50分钟的时候 这个Poke阵容的威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African在中间还拿一条大龙的 这条大龙甚至都没有创造太多的经济优势 也跟平时SKD一直以来 就是把兵线处理得很好的习惯有关 导弹包冲上来 这波不敢飞啊 飞上来是死啊 这几个人输出贼高 是的 只双方都没有前排 都打得很稳 这条是远古龙 这一剑 反正这边魔法水晶剑没能命中 这个对SKD来讲挺难过的 很伤 这波没有中箭 Wolf赶紧往上跑 这一剑几乎让SKD在刚才 大伙的这波团战失去了10%的胜率 这个蓝好歹还是让HUNI拿下来 这样Poke比较有效率 是的 HUNI这把的炮还是打得挺准的 没他的炮的话 很多塔都是白白让的 对 而且他现在的伤害很高 导弹包要消失了 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还好寒冰是有益的 寒冰消失看一下这个位置 没视野 寒冰的英零堂公看了一下 知道你没有开龙 估计是别手抖 再把这个爆炸果A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点远古龙刷了 大龙也要刷新了 这两条龙都在场上 怎么去选 中路艾希大招也赚好了 这一波 想上闪现大 大出来了Wolf的一个闪现 这样的话维鲁斯没闪 狮子狗大招开出来了 狮猎律动在下面 SKD又是分的三方站位 狮子狗想绕过去 大招大到飞机了 这一波 SKD上马 纳美大招 命中了三个人 水炮Q起来 狮子狗上落地秒 秒宽门 但是他还差一点 宽门身上的护盾 以及治疗术救了他 而且确实因为SKD阵容太分散了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帮替他的补上伤害 最终没能秒到宽门 虽然下波蓝博没有大招 但是这边的眼 马瑞想踢皮绕后 这波 那个眼踢不了 那个是一个假眼 对 蜡是一个蓝色视频 蓝色视频 假的 感觉很难过 那现在这个远古龙 战位上来说的话 FK来好太多了 打了FK这边肯定直接打了 这波看到了 SKD这边怎么说 想接这个团 但怎么抢 好吗 杰斯一炮 稳稳地抢卸掉 是的 而且扯住了WARF WARF被收 FK现在40分钟 经济实现了反超 SKD现在是阵亡两人的一个情况 这一波 感觉打大龙也是比较稳的 打他们无敌快 这波 两条土龙 还有加持的 然后拿了五龙buff 无敌快 这波 Pinut这一波真的是来不及了 看杰斯有没有机会 买一下梦想 施子狗这边开大过来了 施子狗开大过来了 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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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最后不是被惩戒拿掉的 但是依然是被FK收掉了 这样双龙会了 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 拿到了两条龙 感觉SKD这个阵容选出来 就很难 而且活活把就是Pinut 逼成了一个类似于大树和波比的存在 就一定要绕后去找机会 但是正面队友又跟不上 就是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在本赛季前八场比赛SKD 拿出这样的阵容的时候 前15分钟已经够 他们打出优势了 所以团战基本是成碾压之势 大哥你打的其他队伍不强 你打的是什么金 今天面对EFICA的话就很难 你打的根本不是前段班的队伍 你打的是什么金2 KUDO MONSTER ROCK STAG和MVP 倒数后四名啊 你今天打的是EFICA 但是还有机会 对 SKD我感觉 现在最多的话 你可以让一路 让一路的话还能打 就是纸面上来讲 为什么我觉得有机会 是因为HUNI其实一直没有太好的去正面打团战 所以一会儿一旦狮子狗 这个蓝盾出来以后 他下一剑这个长剑 我觉得你补血手吧 可能是 血手应该是血手 我觉得他应该补血手了 这你常见 没啥别的可补了 你春哥进去反正也是死了 对 这补血手会靠谱一点 你只要补个血手 能在你打出伤害的同时 换掉对面一个人 你只要跟对面C位一换一是完全赚的 对 塔让了让了 这手没有手塔能力 没塔也没了 也没塔了倒是 早就推掉了 是上路第一波抓马瑞的时候推掉了 第二波抓马瑞 这波 看一下 SKD又面临着 对方在塔下的围剿 准备开吗 HUNI这边走出来 武龙buff消失了 感觉是想打 而且这波PokePoke的不错 之前的Poke 已经让对方的下路走的血量不安全了 现在狮子狗又来了 但这波队友跟不上 距离太远了 HUNI在侧面 HUNI这波其实很聪明 HUNI也不是说真的要留你 就是拖你回城的时间 让尽可能的让你的龙buff平白无故的消耗掉 这波HUNI跟小华生两个人 利用这个尾随的技巧 不停的拖掉对方龙buff的时间 就感觉他还打了一个心理战 就是他们其实只有两个人出来追 但是好像身后很多人 然后呢 就是那个架势好像是这一波 如果你们被我追上了我就能打赢 然后搞得Africa这边有点慌 他俩也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嘛 对 唱一出空城祭 我后面有很多人 他搞得Africa真的是很慌 虽然身上双龙会 就都不敢上去尝试打团 而且这边真的是SKD只触动了两个人 奋斗合计磕起来 这一波的话 Africa利用龙buff最后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 现在HUNI的每一个EQ都很重要了 HUNI的EQ如果能够打到关键人 这波还是有的手的 这个半倍两发导弹 直接打成了半选 现在还有一个炮车兵 卡尔玛这个盾太烦了 而且Curo现在伤害也高 Curo现在挡的猫在身上 看一下 幽默之灵开起来上来点塔 Spirit在前面 FICA这边进场 直接一回来 雪线已然是下到了一半以下 放了放了 这一路必须要放了 放一路还有机会 而且对面会直接走 兵线两路 其他两路没过来 上下两路兵线不好 这一波拿了个中路的水晶已经很不错 而且他们每一波都是一起回城 不会给狮子狗还有杰斯机会 对这个时间点真的不能犯失误 而且43分钟了 复活时间很长的这个时候 这个烧烤摊拿的太理想了 他拿自己的阵容一点退路都没有 不是优势就 不是优势的话很容易就崩了 如果不是忽尼的炮打得好的话 现在可能三路都没了 忽尼这个位置你还要打蓝 闪现闪现闪现 忽尼这个位置刚才被抓到感觉第二路就没了 他还要打蓝 感觉在玩杂技 这个人还要打蓝 扣把腿都给他打断 后面那个人 他们还有个替补 给我准备一下 他们那个上单不是那个谁 就原来在LSPL打 YG那个上单原来 Profit Profit 对Profit 他们那个替补是Profit 对对对 下路这边兵线也过来了 上路兵线是很差的 所以说这一波只有进攻一下上路 但是 大龙已经结束了 哇 现在 但是这两条土龙推打太快了 狮子狗又开大招在侧面 现在Band的血线很不安全 飞客里面上去一下大招 啊 没有打到 Band的大招空掉之后 这一路的防守也越来越难了 狮子狗在这几波团战中非常的无力 一直游离于侧面 但是没有机会扑上去 终于的话 对面的Poke是让Wolf的奶精 有点奶精粮绝了 奶不住了主要是 哇 这两个 没办法 而且Marin现在身上还是有大招的 如果你强行过来跟我打的话 我先放个大招 要放两路了 没有绝对的把握 想打想打想打 飞客进场了被套虚弱 中下开转 蓝魔大招直接撒在Wolf的身上 飞客一回去被追身的平A带走 或者直接交W上去打输出 两下暴击A在忽尼身上 而且男枪闪现过去给Q忽尼身上 大一魔刀直接被Wolf给灌死 那忽尼也死了的话 这一波塔是守不了了 只有艾西一个人 想要一波了 这边想要一波了 终于的话SKT也是在AFRICA身上 肯定要翻一个车 还在守 还在守 小华生过来被套虚弱 两个虚弱太致命了 最后败还在尝试输出 但是AFRICA这边推塔推得非常快 剩下的激励水晶扛不住三个AD的高额伤害 我们恭喜AFRICA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太精彩了 唇也虚弱 爸也虚弱 镜头也是给到Marine 我觉得SKT这个也不能说SKT真的这场比赛 发挥的不好 或者说打的有多差 而是因为他这个阵容拿的 就是让他们失去了中后期的竞争力 他们的教练非常开心 大哥你只赢了一小局啊 你别这样 先鼓励一下鼓励为主 下一局AFRICA打红色方 我觉得我不是奶车 我觉得八成是输的 因为他们的红色方 拿这种一般都是拿的很烂 而且打的也不好 但是最后一局的话 他又来到蓝色方 这个时候就考验一下KOMA的一个 应变能力 应变能力 还好这一局是对着全员说话 没有盯着谁 有点难 因为本身SKT这场阵容拿出来的话 会认得一样 帮助人啊 来大衡